各位大家好 今天要來介紹變形鎮鋼 Studio City是Gamer Edition 03號的柯博文 Sgay 那這個柯博文就是來自於電玩版Wolfo Sumperchall裡面的一個造型 看起來是非常強壯的 非常雄伟的這個大雄之 還有兩個大手臂 其實整個生死比例有點像是鎮鋼王啊 但是它的造型確實是蠻還原有勢中的造型啊 雖然這個玩具看起來很壯 但是它的身高其實是縮學的 它就跟萬獸崛起的這個 柯博博的柯博文是差不多身高的 那我們再跟舊版的Wolfo Subtran的柯博文 比較一下身高尺寸 這個是後來的雙人包的這台版啊 以造型的踹細度來說 我會覺得舊版的會比較好看 比較美心啊 那新版的是還原度比較高一點 但是踹細度的話就稍微還好了 就稍微轉個一下啦 各位看一下他們的側面 其實背包都是一樣的巨大啦 那背後再看一下哦 就是這個樣子 我們跟同系列的叛官還有大黃蜂 稍微對比一下身高尺寸就是這個樣子 看起來是蠻相配的 那這個系列還會陸續推出密卡登跟跳牙者 那密卡登呢我是非常的期待 因為舊版的我是買都買不到的 看一下這個柯博文的頭雕真的是相當的帥 我覺得他的額頭有一點像是騎士風格的感覺啦 那耳朵也是變得比較長 看起來是比較帥的 然後口罩的部分比較尖銳的一點 看起來是比較卑鄙一點 眼睛有藍色的塗裝啦 那口罩則是銀色的塗裝了 只是我覺得他的臉 越看越像一個狂派的標誌 那頭盔後方呢 我們稍微看一下 感覺有點像馬格斯啦 頭部往後 然後往前左右的搖擺 也可以左右的旋轉 胸口非常的巨大 非常的帥勢 那這個胸甲呢 我們是可以把它扣開來的 裡面就會有領導矩陣 那這個領導矩陣呢 我們是可以把它取出來的 胸口內部的直接結構是沒有馬虎的啦 算是雕刻的蠻勢勢的 那這個領導矩陣呢 照省式刻畫的還不錯 塗裝也還不賴啦 但是如果這個藍色的地方是用透明 你今天應該就會更漂亮了 雖然旁邊有兩個手把的部分 但是他不能握在手中 因為手指頭不能打開來 就有點可惜了 背後就是這個樣子啦 腰部是可以旋轉的 比較鬆一點 大腿側臺蠻緊的 達到水平的程度 也有水平的旋轉 當然就會露出大腿內側透膠的部位了 前臺是超過90度的 非常的緊 屍蓋彎須當左關節 大約90度左右啦 因為被輪胎卡到了 腳掌也有左右的接地 但是底下就是空洞的部位了 腳掌也可以往後往前 側面的造型不算太好看啦 因為它就是蓋板這個透膠的地方朝外的 不過看走了還可以接受啦 肩膀就是兩個大大的博派標誌 它是幫你印刷上去的 那手臂側臺我一開始以為它不能平去啦 其實它是卡住而已 它還有一個角度可以把它往上提 那就是呈現這個狀態的 手臂360度的旋轉 那二頭之旋轉呢也會露出透膠的部位 手肘彎曲當著關節 拳頭可以旋轉 但是底下就是偷膠的部位了 背後的背包稍微有一點累積啦 不過它應該是在還原這個遊戲裡 背後就有兩個輪胎的這個結構啦 當然這一塊車殼的部分呢 就是稍微有一點醜 不過還可以接受 那它的背後比較可惜的地方 就是它沒有還原一個博派的標誌在後面啦 這個舊版有做到 新版就是沒有的 有點可惜 它的武士就是把上次 是應該叫做大炮會比較合理啦 但是就沒有任何的土裝呢 有點可惜 那偷膠的部位也是蠻多的 然後它要使用的時候呢 它要先把右手臂拔掉 這邊有一個卡榛啦 拔掉的手臂可以插到屁股後面這個洞 那雖然看起來有點怪怪的 尤其是你從正面的角度來看呢 就會覺得它非常的大 那我們就可以直接結合這把槍了 我們裝備這把槍的時候就是非常的帥勢 因為遊戲好像真的就是長這個樣子啦 那玩具沒有辦法還原就是用替換零件了 我是覺得還可以接受啦 那側面來看一下也是還不累 不過這把槍比較可惜的地方 它就是沒有一個收納的空間了 就是有點可惜了 那這把槍只能裝備到右手 因為只有右手才有這個卡準啊 那因為這個手臂的卡準是一樣的 我們就可以裝備判官的槍 我看遊戲的封面好像都是這把槍 不知道為什麼 接下來它還有一把武器 就是這個斧頭 那照理然講這個斧頭 應該是要加分的一個項目 可是實質上呢它是扣分了 因為它的這個斧刃的地方呢 它沒有用透明零件 那它的塗裝呢也是比較隨便一點 這個橘色就是上了一點點而已 結果看起來是蠻沒有質感的啦 非常的可惜 那它有一個變形的功能 就是可以把它打開來 就會變成兩邊都是斧頭的狀態 那這個穿衣跟造型是還不錯啦 那你要握在手中的時候呢 可以直接握啦 也可以把它拆掉 就可以握住裡面的部分 當然這一塊呢也是可以把它拔掉的啦 拿起斧頭之後 還是要感覺到這把斧頭的帥氣感 非常的霸氣 尤其這個刻薄的生產是比較強壯的 所以它拿這個斧頭是比較適合的 接下來就來進行變形過程 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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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是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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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這個就是Wolfo Subtron 柯博文的載具形態 那就是一個科幻未來外星風格的卡車形態吧 造型是蠻帥氣的 車頭非常的流線 只是它這個車輛型它就是空洞的地方比較多一點 像是車的頂部啊 或者是背後這個偷膠的地方就是漏在外面 比較可惜一點 那底盤來看呢 收納的倒是還不錯啦 它最大的缺點就是背後這個圈頭外漏的問題啦 這邊後面明明就可以做兩個蓋板把它蓋住 就有點可惜啊 它的輪胎是用卡扣扣住的 所以它的滾動性呢 就沒有說很好的 它的槍是可以插到屁股後面這個背上 看起來是還不錯啦 因為法正就是未來科幻的風格啦 斧頭也可以裝到槍上面這個凸的地方 但是看起來就有點超過了 那反正就是有一個收納的位置 實時還是不錯啦 只是外表上就沒那麼的好看啦 那就跟舊版比較像車輛的型態 因為新版是Voyager Class 所以它的尺寸是比較大態的 但是車輛型態來說的話 應該還是舊版的比較漂亮一點 包括舊版也有把這個後車尾的地方呢 把它填補起來 真的會比較好看 那以變形結構來說 舊版呢 會比較精彩一點 它比較複雜 但是新版呢 就是稍微偏簡單一點 但是我會比較喜歡玩新版呢 因為它玩起來比較順暢 那今天這個Studio Series Gamer Edition 03號的柯博呢 我是覺得做的還不錯啦 雖然它的身高尺寸縮學的 但是它的轉速的身材呢 還是彌補了這一切啦 而且它的造型也是很還原這個遊戲中的形象 變形的過程算是簡單流暢 然後人形跟車型都有一些空洞偷照的地方啦 這個地方就是有點可惜了 這一隻剛出來的時候貨量非常的小 我後來是去防抖神才搶到一隻 那現在應該是比較好買一點 因為貨量比較多了 那今天就介紹到這邊囉 謝謝各位收看 謝謝大家 我們下次見